HELLO,我是阿怪 今天来介绍雷索纳斯 雷索纳斯是一款超自然灾变策略卡牌星座 故事属于灾变、背景下的思绪世界 玩家将扮演科伦八比三会的列车长 与伙伴们一起穿越各个区域,排送无知 而玩家将可以自由构建卡牌 运用策略来灵活调整伙伴 同时加以应对关卡的突发危险 战斗部分采用卡牌类型 最多可以安排五位角色上阵 在战斗的时候会随机发送卡牌 玩家需要扣除下方的点数栏位 就可以使用卡牌技能 而游戏中加入了非常多的元素 像是卡牌的属性、可知的部分 而如果是利用特殊的技能卡 还可以转变卡牌属性 另外再将卡牌使用到一定的数量 就可以使用团体的超大必杀技 像是雷元素的攻击 就可以使用必杀技之后 再使用同元素的攻击 就能产生加大的攻击伤害 而游戏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列车 玩家将可以在A层市运送货物到其他地点 透过买卖来换取金钱 而每次运送的过程中 都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观看 这整个世界的全部美貌 而外面也会有很多一屆怪物都在飞行 感觉非常逆真 目前游戏的台版准备要预先注册了 那我们看下游戏的画面吧 好咯 我们要开始 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雷索纳斯 那雷索纳斯他算是一款铁路经商的冒险游戏 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结合了即使卡牌的玩法 那游戏起来蛮有趣的 目前的话在台版已经展开预先注册了 那我们现在试看看吗 我记得我蛮久之前好像有测试过 但那时候路板都还没有上市 都是一个测试的版本 然后我更觉得蛮好玩的 那也刚刚好 终于台版要出现了 好那我们赶快开始 他有这个好多倍数可以快速加速 现在这种卡牌的游戏我看一下哦 我们来看看他的玩法 12345最多5位角色 使用技能卡牌 最多可以存12点 弃牌之后就需要冷却20秒 下一张的红卡可以增加30% 所以等于说卡牌上面会有一些特殊的玩法 特殊的牌法 好满12点了 能量值累积12可以怎么样 古龙正在汇集巨大的能量 使用风里奈的质敌扳机 可以再抽三张卡牌 哦 抽三张卡牌 变绝的电光石火 可以制造电磁引玫环境 增强 其实最主要啊你自己在玩这种类似的游戏 你要有一个自己的牌组 来大招 应该大招吧 所以这还是要慢慢玩才会知道说你自己要怎么 怎么适用你的自己的流派 哇 这有点难 而且画局蛮好的欸 蛮有水准的 他的语音啊 他其实可以选中文跟日文 那既然都要出台版的就先选中文 OK 其实刚刚的卡牌就已经交了蛮多东西了 包含说应该是有多种属性的卡牌 之外还有攻击属性 然后还有属性使用的下一张的叠加Bub 然后外加能量 然后满能量的 应该是召喚5张卡牌吧 使用5张这样子 这种叙事故事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 那如果想要快速的人呢 就可以这样点选 他旁边有一个超多倍数的 这有一个8倍数 超快 16倍数更快 或者是32倍数 32倍数直接跳完 在玩的时候他当然有剧情 那剧情之外他也有另外一个就是 城市的玩法 那他那个城市呢 他其实有很多类似交易所 大家可以看 他有类似这种交易所 我们可以买卖东西 然后到下一个城市 然后把它放出来 然后就可以换得了金钱 也不用只有战斗 多了一点那种 算是模拟经营吗 算是模拟经营啊 好他这边试一下吧 应该是试买 这个是 我看一下啊 任务 他那个任务是接铁道工会 类似铁道工会的任务这样 好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的三本柱了 看我们把他的技能打断 定点打击 我们看一下喔 打后面是 可以烧后面就对了 哦 哇前面的交得很 详细耶 可是其实如果详细的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有点小复杂 诶 你如果没有记住他的样子 不知道该怎么玩诶 有大招了 他如果 不教学的话我会完全不知道怎么玩 我只知道就是一直丢卡牌 所以这个还是蛮吃技术的 这个技巧感觉真的蛮厉害的 刚刚有讲很多诶 哦升级了 哦开启了商城啊 没有一开就开 来我们去看一下 先转一下 转一下是可以得到这个 工会里面的 员工 哦感觉很漂亮 不知道是 应该说是固定的角色还是不固定的角色 不也没关系 哦固定的 然后接下来讲的应该是外在 外在 他的那个外在啊是指说环境 好下一个考核 驱逐 然后也就是说天气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战斗能力 滚雷 可以释放什么球星散电不太强 诶 诶 他的攻击直接有那个闪电的那个 诶 他的攻击直接有那个闪电的那个 诶 诶 哇靠 这个 观众们啊你们有人记得住吗 再次使用本雷尽快这些触虚化术 我觉得记不住诶 所以你到时候在组搭配的时候一定是组好 然后让它自动 怎么样怎么样 不懂啊 随便 诶 没有人懂对 有一句话什么家人们谁懂我完全不懂啊 我只知道就丢牌就对了啦 太难了我太难了我 所以我们要使用的时候还要先去记一下这个人物的角色技能 因为一个人大概会有两到三张卡牌啦 贴到这感觉就是剧情了 诶 这可能是主角啊 所以是背对着他 好好笑 好我们直接快速 他叫做老夫 好不管 好我们直接跳过吧 诶好可爱 怎么突然变成 这种Q版的 所以他在介绍故事的时候 有时候会做一个Q版的形态去介绍 蛮可爱 战斗的部分呢 还是需要就稍微的练习 那我们稍微的加到八倍数吧 稍微加到八倍数 诶 诶没成功的八倍数 要一次这样才有 ok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教学已经结束了 也蛮快的 好去访问城市 访问城市的话是应该可以 诶怎么是买奶茶 应该是买一些货物品 喔喔喔喔可以增加这一页 齐居堂请客一次 我们增加了34%的效果 走 他的另外一个游戏的玩法就是这个 那我之前开始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哇 就是 喔喔喔喔 这还是子弹列车 这什么都会点他 诶我刚才好像有点到诶 对他刚才的意思是说 你不可以只有一直看啦 你要那个稍微的关注一下 我记得他有一些角度可以看 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有一个东西可以点 有没有 点他 我先点一下 旁边这些就是我们刚刚在打挑战的怪物 这一颗啊 有没有 但我们可以主动先不要啊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打怪吗 我们点点看 好像可以看29级打不赢啊 我们要快速一点 有没有这就是 冲啊 哇 可是这里就不能左右 有点可惜 小可惜 哇这还有一个乘客的角度 副乘客的角度 点一下 那怪物太强了 为什么要停车 这什么 彩色 有什么警告 有剧情 应该是有一些什么怪物啊 或者是特别的事件 特殊事件 来我们跳过这张 这什么 前方遇袭 所以我们需要 其实有好几个 但我们现在只能就是 应对他 就只能打他了 对不对 只能打他了 跟他拼了 跟他咖喱饼了 好立体 我刚才有一种被包到脸的感觉 我们只能打这个 在上面的小柔柔而已 好 用了 引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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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罩 引雷是哪一个 其实我不知道哪一个引雷 老天鹅啊 我不知道哪一个引雷啊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这个 火力 来 他这个引雷到底是哪一个啊 如果记不住哪一个角色的技能是哪 是引雷啊 这可能要练一下啊 这可能要练一下啊 还是要练一下 坐好 还是要练一下 这个拉估计 就是 马上 看你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